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 看到这个白色的信封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 就是信用卡开箱 我们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 可能是因为最近就是接近年底 又接近这个半卡的这个淡季了 所以很多银行可能就没有推出新的信用卡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张要分享 之前我也有在这个 我的粉丝业跟大家就是放这个讯息过 就是说来了一张国泰释华的信用卡 到底是哪一张呢 我们来看看 其实大家不用想都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很多的影片来介绍 我先把我的个子先遮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 宝可梦不是有一堆信用卡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办这张卡片 办这张卡片的意义何在 我来解释给大家听 那大家听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参考说 这张卡片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 那如果不适合你自己 其实你没有必要办 我们这个其实很单纯的 就只是我个人兴趣的分享的平台 那有没有国泰释华的信用卡 然后你现在把它打开 你的开卡拿到之后呢 其实就会是一张这么简单的卡片 那它的背面的部分呢 它就是会跟你介绍说 如何去做兑换 然后还有出游的话有什么优惠 然后卡片怎么使用 这样子 那正面的部分的话呢 中间这个栏位是信用卡嘛 那下面的部分就是跟你讲说 里程加速器 十元一里的优惠是在哪些通路 那等一下我可以就是 针对这个优惠通路的时候 来跟大家讲一讲 对 那我还是要先把卡片就是 拆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当然我之前影片拍摄的时候使用的是样卡 所以你们有看到的是这个样卡的部分 那这张就是我真的实际办下来的卡片 对 那我会办卡片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版 所以这个新的卡片跟旧的比起来 当然我觉得新的卡片是好看的 我看一下我旧卡片有没有在身边 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 有有有有 我之前有办过泰伤卡的旧卡片 那我刚好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关资讯 对 有点难遮 我用这个遮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下 我还是要把我的个字给遮掉 不管它是不是已经停卡了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这边刚好就是这支影片 有一个新旧卡片的这个所谓的大 大评比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说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卡面 好来这张呢是我当初五年前办的泰伤卡 那泰伤卡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张呢是五年后它重新改版的泰伤卡 其实这两张卡片放在一起比较 你就会知道说哪一张卡片比较好看 那因为现在未来的这个办卡趋势其实很简单 就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平面卡为主 因为你这样子你放到皮甲里面也不会去磨损到 所以这种是早一代的这种就是凸字 然后就是还有上这个白色的这个白漆的 这个银漆的部分 那新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看真的是时代眼泪 就是差蛮多的 那我觉得它这种闪亮亮的 而且是平面卡真的是蛮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办卡的话 我建议你选泰伤卡就好 你不用选到世界卡 世界卡的卡面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看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的话你就泰伤卡 1800年费感觉上也不会太吃力了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所谓的十元一里的方位 应该是说它的五大方向 那这张卡片我会建议办泰伤以上的等级 是因为只有泰伤卡以上的等级 才有这个指定通路十元一里的部分 那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说 你自己本身平常的 常常刷卡的地方 是不是有包含这些通路 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办下来使用 比如说海外 你现在虽然说不能出国 但是你还是有时候 会有一些海外交易的需求嘛 那你可以靠这个 然后把那个点数洗出来也不错 那另外的话像旅游的部分 他有写到就是说 像熊狮、东南、可乐 或者是KKDKLOOK 甚至国泰、国泰港龙、虎航跟星宇 刷卡都可以累积这个 雅万的里数也不错 那再来的话呢 像生活类的话像屈臣室、虾皮 这些都是大家很常会去的一个地方 像台湾高铁跟e-tag也可以 因为其实一般而言e-tag 你拿来做扣角好像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回馈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e-tag 扣角改来这张卡片 因为早期我之前在推的时候 今年8月是不是 8月那时候 去年11月 中信的中游卡重新上市 所以他有把e-tag的活动包进去 可以扣角再多50 但如果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了好久了 过了一年了 那你如果想要就是说 拿其他的卡片来做扣角 你可以把它移过来这里 那用这张卡片的话 就是你的车子只要经过e-tag 扣钱 其实你都还是有礼数可以入账 我这等一下要来改 因为我现在去年为了参加活动 我把我们家的车子改在中信卡 那现在因为中信卡 它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回馈 所以现在就把它改来这张卡片 我还可以有回馈可以拿 这还不错 然后像高铁好了 高铁的话我一个月会回去彰化一次 所以来回一趟的话是700 来回就1400 如果你没有买到那个 早鸟优惠票的话 其实原价是1400 1400的10元1里就是140里 所以这个里数你可以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算说 你平常的生活开支 到底会不会用到 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有美食住宿 看一下 星巴克如果你常去喝的 用这张卡片刷也不错 Fu Panda 然后一些什么精英酒店精华酒店 精华也不错 精华我之前有去吃那个百丽厅 他的那个早午餐早餐真的很好吃 那是之前有朋友住房 然后他有多一刻就邀请我去吃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去精华酒店 而且去那边吃早餐付钱 OK 还不错 那最后就是娱乐 蜗菌居然是娱乐 蜗菌 蜗菌可以 然后威秀秀泰国兵饮成 这些博客来跟成品 还有年代 都有 宽宏也有 但是没有两厅院 好可惜 但是如果都有的话 我觉得其实 这样子对你来说 他会算是蛮全面性的 就是说 你不论是吃穿用度 或者是你喜欢看电影 一文票券的 其实用这张卡片 你都可以拿到一些不错的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的话 我觉得他的用处 对我来说是这样 就是说 当我有这些指定通路 而且我要累积礼数的时候 这些 这张卡片拿出来用 我觉得他的CP值是很高的 毕竟我都缴1800的年费 那最后的话就是 生日当月的里数加码2倍回馈 就是说变5元1厘 我就觉得这样子就非常尴尬 因为你看 我有中信的这个 滑航卡 中信滑航卡的话 也是生日当月消费点数红利变3倍 所以18元就变3厘 所以等于6元1厘 然后这张卡片变5元1厘 所以真的是生日当月到底你要怎么刷 就是全年的消费全部通通都 就是固定在生日的那个月份刷是不是最爽 所以我觉得 这实在是很难抉择你知道吗 你到底是要亚万的5元1厘 还是要滑航的6元1厘 到底哪一个里数比较高 这就要再去算一下了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没有非常复杂 就是直接简单的开箱我们的亚万卡 然后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觉得这张卡片不错 而且你真的有在累积亚洲万里通 那你刚好是从玉山的坑拖出来了 你不打算再继续留在玉山的红利点数坑 离开玉山红里卡 那这张卡片也许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要缴一点点年费 但是我觉得它还算OK 还不错啦 所以这些指定通路里程加速器的范围 如果你都有用到 那你的确可以办 但如果你都用不到 你也不想缴年费 那也没关系 那就不要用就好了 我们这边没有在强迫推卡的 所以就是我喜欢收集卡片 而且我也把它的优点都分析给你听了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你就可以参考我的其他影片了解更多 或者去申办这个卡片 这个也没MGM 所以你就是直接上官网申请就好了 有MGM的我一定会跟大家说明 但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你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申办信用卡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然后最新的信用卡理财资讯 就会送到你家 别忘了按个赞哦 然后呢 也欢迎你把我这个影片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领略里程信用卡的美妙之处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